第48屆明愛慈善原油會於11月4、5日 一連兩日在南華湖水上活動中心舉行 這屆原油會主題為 《鹹道修善,盡理立德》 一共設有90多個攤位 分別來自政府部門、社會團體、 學校、學生會、義工隊、 企業以及明愛核下服務單位 當中分別有遊戲、美食及兒童遊戲區等 大會亦邀請了40多個機構、 本地歌手、樂隊、舞蹈團體等 參與舞台表演節目 募求讓市民在歡樂中行善與民同樂 原油會開幕儀式由行政法務司代表 民政總署管委會主席戴祖爾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社工部副部長戴如明 澳門教區李賓生主教等嘉賓 及在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陪同下主持 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於開幕裡致辭時表示 唯有配合社會的需要 明愛在服務上不斷開設一些創新的服務 包括近年開設的家居護養服務 殷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以及將在新口岸開設的托兒所等 以滿足社區的需要 除本地服務外 近年明愛也向海外受災難的地方作出援助 澳門明愛核下40多個社會服務單位 包括安老、康復、家庭及優異、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熱線輔導、短期植物寶座、露宿者服務 社會重返及外地勞工服務等 明愛慈善原油會為主要的籌款渠道 去年明愛的籌款金額約為1180萬